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到我们屏东的内部长老教会 我自己生长在长老教会 所以我对长老教会很熟悉 在那边服侍的时候 我心里就问说 到底屏东这里还有什么教会吗 后来这样服侍中 就认识了各位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就借着神的带领 这样被带到屏东进信会 那时候来到各位当中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记得 那是在疫情之前 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张牧师 还有这里的好些的主要同工们 那时候我们就一起的说定了 那我们就每年要过来一起共勉 所以知道疫情发生了 但是后来主再次给我们机会 那这次很感恩 有这样的机会再次来到各位当中 那么我一直在祷告 要用怎样的话来勉励大家 那我看见屏东进行教会 有一群爱族 也殷勤无视主的同工们 我也看见即便教会曾经经过一些风波 大家都非常在乎教会的存活 教会的发展 甚至是教会的传承 这是一间非常淳朴的教会 弟兄姐妹都单纯爱主 愿意尽心尽力的服事主 使得救的人加征 所以今天主日和这两天的特会 我是想在服事方面的主题 来多勉励大家 好叫我们能带出有生命的服事 且能够结出果子的服事 各位至今 我已经信主有36年 全职服事主有20年了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但是我的一生几乎是在教会里面度过 也在教会里面担任过各种各样的服事岗位 那我就发现很多服事主的人 很容易落入的两种心态 那也是我们要谨慎 第一就是自义 为什么自义 因为很多服事的人 他们很有恩赐 他们做得越来越多 也做得越来越好 因为他们的付出 教会的确有进展 很多的施工就因此开展 人数也加征 所以很自动的 这样的人就被选进 教会的指示会 董事会 我们长老会来的时候就是长职会 但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做得好 有所带来成果 所以他说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他就开始论断 批评其他服事者 批评他们声音越来越大 当然我们为这样的服事者来感恩 但是我们也因着他的自义之心感到遗憾 因为即便他带来的服事的果效很好 但是同时他所带来的论断 批评的声音 不能叫旁边的同工们得益处 反而很容易叫他们受压力 失去力量 所以久而久之呢 你就看见旁边的同工们就不做了 他们就说反正他这么厉害 全部让他做了 然后呢 这样的服事者呢 他什么都做嘛 越做越累 人嘛都会累 所以结果你就会发现 埋怨就从他身上出来 所以各位当埋怨 怨言多起来的时候呢 很自然 众人就不受造就 反而他是会看到 服事者的不同心 那服事者的血气 各位我们很好奇地问 为什么带来这么好的服事 那人会落入这个光景 因为他在他的服事 有恩典的服事当中 他忘了这是神的作为 他失去了一个谦卑之心 反而产生了自义之心 那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的 因服事 也因服事好而自义 另外呢 服事者又弱弱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呢 自哀 或者我们可以说 灰心吧 为什么自安 为什么灰心呢 因为感觉到 自己的服事没有带来预期的果效 这个聚会放进这么多心思 这么多功夫 没有人来 有时候我们讲道者 讲道讲的半词 弟兄姐妹 在听当中 昏昏睡睡的 所以心里面很灰心 所以就觉得说 好像做什么都四倍功半 就灰心 当然有时候我要说 我们的灰心 我们的自哀 也是因为我们与旁边的人比较 我们就感觉说 哎呀 我们看旁边某某弟兄姐妹 以前她做执事的时候 她做得很好 那我做执事的时候 就没有带出什么果效 所以这样的人 就会将那个结果的责任 归到自己的身上 心里就感到自责 那这样的服事者呢 可能从这里呢 他就会生发出另外两种的反应 第一呢 他就怪别人了 他就怪别人 因为他没有配合 因为他没有积极 因为他没有饥渴 所以果效不好 所以这是一种反击力 通常个性比较强的 就有反击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反击是从他里面的自哀 从里面的灰心而产生出来 或者另外一种反击就是 我放弃服事 就放弃这服事的岗位 所以神给予他这么荣耀的服事 因为胜不过里面的灰心 而他就放弃了 各位 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常常见到的现象 所以主的话 在加拉太书六章说 你们行善不可善之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各位我再给各位念 你们行善不可善之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各位这个经文基本上 告诉我们两个重点 第一 就是你们要谨慎灰心 灰心是会使人放弃行善 使人放弃服事 所以在服事当儿呢 各位要谨慎 不要给人灰心 也不要自己留在灰心里面 所以神不愿意我们在服事中 灰心善者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 有时一些服事看起来没有果效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 乃是神定的那个果效的灵道 是有时候的 到了时候必要收成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这里有位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 各位你祷告了一两年 他们就会信 我自己为我的父母祷告 祷告了将近三十年 他们才信主受洗 各位 你说为什么这样呢 各位很多弟兄姐妹也是经过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很快达成果效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很盼望 很羡慕 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我们为家人祷告 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要等很久很久 我们服事主 服事尽心尽力 服事主的教会 主日学 唱诗班 讲道服事 但是教会看起来人数还是一样 弟兄姐妹的灵命好像还是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 到了时候必要收成 一定有一个时候 为什么要时候 有些人问 为什么神不要马上成就 我就付出这么多 这么多的祷告 用心用力 为什么上帝不要马上成就 神所定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所看到 那个你要得的果效而已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受精炼 全体教会受精炼 同工们一起学习 彼此顺服 彼此谦卑 各方面的神的祝福 神的应运 在你所要的结果里面 你没有看见 其实神在成就这一切 这是神所定的时候发生的 不是你刻意要给他加速 我们要给他加速的时候 我们就会推别人做 有时候使唤别人 有时候责怪别人的时候 反而这样做的时候 是产生一个反效果 弟兄姐妹就亏心了 各位明白吗 其实很多时候在服事当中 讲来讲去 其实问题就是这两种心态 这两种的心态是不要谨慎 第一是什么 自意 第二呢 自哀 或者灰心 各位 在这两种的心态里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 都是有一个自我在里面 自我 把自我看得太大了 所以自意呢 就是自己做得很好 自哀呢 看得自己做得不好 但是他看来看去 还是看自己 在这方面 他忘记了 这一个服事者 应当永远记得 就是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 阿们 基督徒信主的第一天 你就知道这个最简单 最有根基的道理 就是恩典 但是我们竟然在服事当中忘记 我们每次讲到恩典的时候 我就 因为信主的时候 信主的恩惠 很多的人就想 恩典是信主的恩惠 或者是犯了很多罪的人 这样的人需要神的恩典 然后在服事的时候 却没有想恩典 因为服事的时候 是想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做那个 为什么这个事发生 为什么那个做得不好 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 你逐渐忘记 都是恩典 神的恩典怎么领到你 神的恩典怎么拆开你 神在祂恩典里面 怎么使用你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忙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都变成马大的心 马大 主啊 为什么你不让我的妹妹来帮助我 这种心态 就会很容易出现 这也是我们软弱的人性 很容易进入的光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在服事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恩典 不然你不知不觉里面 你把服事当做 好像人的功德一样 我们服事者最大的误区 最容易掉落的现金 不是我们把那个事情做得不好 不是那个东西 做是可以做 你要这样做 你要那样做 几时做 有时候可以 当然有聚会来 大家紧张一点 进入紧张状态 要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做当中 你要保守你的心怀一点 保守主在你心中的恩惠 你做的时候 你会看见 你的服事带来众人的益处 也最终带给自己益处 所以今天 我特别选择这几处的经文 给各位一起确认 我们再来读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在这里呢 我们听保罗说这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九节说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第十节我们再一起来 然而我今日成了 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土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各位这是保罗信主 差不多二十年后 做了伟大的宣教工作之后 他仍然讲的这句话 他没有忘记他的启蒙 我是最不可能得救的人 我甚至是最不可能服侍神的人 然而我蒙了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处经文里面讲到什么 讲到神的恩典 他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他说到这恩典在他的身上 造成了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什么 这恩典使我最不可能得救的人 竟然可以得救 为什么最不可能得救 各位一般上我们看到人得救的时候 得救之前什么 他的心已经有一点开了 有一点松土了 他坐在教会里面 听到听到一年两年三年 有一天我就决定信 决定受洗 各位保罗不是坐在教会里面 这样听有关基督教的道理 他是正在走向要逼迫教会的道路上 他是要把信徒放在监狱的 那种光景 那种凶杀的意念在他里面 就在大马斯的那个地方 光照耀他 是他觉悟 然后他垂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保罗 他怎么蒙受上帝这样的恩典 我们想到 我们常常因为很刚硬的 我们的家人我们灰心 我们说这样的人不能信 很难信的 怎样跟他传都不信 谁说呢 各位看到保罗身上的恩惠 你会知道这个恩典何等的奇妙 最不可能信主的这个人 他竟然信了 靠着什么 上帝的恩典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百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是神独行的恩典 使人因听而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到吗 最不可能得救的人 最不可能得救的人得救 然后这个恩典还造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不但使最不可能得救的保罗 得救了 还使他什么 这里说 我成为何等的人 什么人啊 竟然成为上帝的使徒 竟然拥有在教会里面 最尊贵的一个职份 最高的职份 使徒的职份 所以神的恩典呢 不是将人好像从水里带出来而已 然后呢 你现在站着 从水里出来 你自己走 我们有时候对神的恩典 有这种想法 这种观念 对不对 然后地狱救出来之后 然后现在你自己表现 自己要热心 要爱主 好像你自己来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断掉的 我们讲恩典的时候 就从地狱出来而已 那现在还要生活呢 还要走下去 还要行善 还要爱人 各位这些方面 你没有恩典 你怎么走下去啊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恩典继续在保罗的心中运行 使他恩上加恩 使他成为使徒 甚至他说什么 这个恩典在我里面 不是突然的 将我比众使徒怎样 格外的劳苦 格外的劳苦 各位 所以保罗为着这个福音 这样的奔波 这样的付出 这样的受尽苦难 又被人逼迫 被人打 用石头丢 各位 在这一切当中 他没有成为一个质疑的人 他没有成为一个充满冤屈的人 他没有说 我看其他的使徒 他们的福是太容易了 其他使徒这么懒惰 他们没有做好东西 你看 所以只有我就受逼迫 因为我到处走 到处把福音传出去 我什么都做 都是我做 各位 保罗有没有成为这样的人 没有 所以你看保罗的每一个书信里面 他的心中的那个恩典是叫我们惊叹 不是他做的事工 就受尽这样的逼迫 付出了这样多 然后他现在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也没有成为一个自哀自怜的人 这个哥林多教会 写信给他们 到他们当中服侍他们 他们还结党 他们还比较 比来比去 这么麻烦 所以我们传道人 很多时候 我们就付出了很多教导人 劝勉人 看到人没有改变 不懂得相爱的说 我们心里那个酷告之心 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要向他射出火箭了 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们人性的软 其实是一种自意 或者有时候是一种自哀 所产生出来 保罗没有这样 反而保罗说 神的恩典使我格外的劳苦 感谢主 神的恩典是 你以为是你吗 神的恩典 他在我里面 使我格外的劳苦 感谢主 保罗是认识恩典的人 他是在服侍当中 见证恩典 领受恩典的人 以致他的服侍能够恩上加恩 带来历史历代的国效 他人虽然走了 但是他的服侍的国效 纯留世事实代代 你们有没有问 为什么神用他 为什么神这样用这个仆人 他是保罗 为什么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 各位 其实跟他心中的恩典 从他怎么认识这个恩典 享受这个恩典 然后在这个恩典当中 他恩上加恩的 那种生命见证 他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神 继续将他所做 建立他所做的功能 所以记得 我们的服侍 不是叫我们掉入自义 不是叫我们自爱 乃是什么 我们要回复恩典 所产生的服侍 阿们 所以这样的服侍 应该是怎样的服侍呢 我们一定要问 所以最后我给各位再读 菲律比书 刚刚我们读的这处经文 菲律比书第二章 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章十二节 我来读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这是什么 这是要肯定他们的话 然后呢 因此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 十四节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看到吗 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你看到这句话 你要问 到底什么东西 常常会叫我 发怨言 起争论 我们要去想 有时圣经的话不是 但不要做 为什么不要做 我怎样能不要这样做 各位 要多思想这样的东西 然后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味 在这弯曲悖扭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黑暗的世代 最需要的是光 对不对 这个忙碌的世代 不需要 你也忙 他也忙 外面忙 教会忙 然后大家都忙得没有喜乐 忙到灰心 有什么不一样 哪里是光 反正是黑暗 各位明白吗 16节我们一起来 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好 也没有徒劳 感谢赞美主 各位保罗愿意 菲律比教会怎么服事 各位注意他的话 注意他的话 这也是我们要彼此勉励的地方 保罗其实他是在讲 我们所行的 不要埋怨 然后他也很多很多的 当然写给教会的话 勉励 嘱咐的话都有 但是他不是先说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那个 也不是讲这个东西 各位注意保罗 他先肯定 菲律比弟兄姐妹的生命 他说什么 你们全是常顺服神的人 不但是我在的时候 你们顺服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更是顺服 这里要讲的是什么 这里要讲的就是 你们的生命是重生了 你们的生命是活在神面前的 对不对 你们的生命不是假的 不是有使徒在的时候 活在人面前 要表扬 或者是人表扬你 这样的不是 我就知道你们的生命 你们自己是爱主的人 因为你们是蒙主爱的人 你们是自己在神面前 顺服神的人 感谢主 各位我们要多这样 勉励施工者 我们要多 因为施工者是最容易听到 智者的声音 各位有没有发现 因为教会里面 一有事情发生 我们做牧师的人 是第一个中标 第一个的 传到牧者 第一个中标 只是会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教会的钱用不好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很多 很少人说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活在神面前的仆人 感谢主 很少人讲这样的话 你们谁跟施工者讲这样的话 这多此一举 多此一举 东西做好了没有 通常都是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圣徒的话 没有恩惠 没有办法给人力量 其实在打仗的人 更是需要勉励 各位有发现吗 对保罗 他真的是一个 不但是传福音者 他是一个牧者 牧者 他建立教会 他是一个牧者 他爱每一个教会 爱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同乎 珍惜他们 看重他们的生命 即便有很多的 有些分歧的事 叫他不开心的事 有结党 对不对 有比较 但是他是先勉励他们 先肯定他们的生命 你们在神面前的生命 是有价值的 你们是神认识的人 对不对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跟服侍者在一起的时候 要多讲这样 服侍的同工在一起的时候 要多讲这样 多肯定彼此 所以既然你们是这样的人 下面另外一句话 好像不太容易听 就当恐惧斩惊 刚刚肯定 现在要恐惧 各位很多人就不明白这句话了 这个恐惧斩惊的意思 这里要讲的 不是怕神 虽然听起来好像战战兢兢 但是不是怕神 乃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畏惧 因为你活在这个荣耀 圣洁的神面前 怎么能随便 怎么能随便埋怨 随便论断 主所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恐惧斩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 有些人也不明白这句话 得救难道是 接着做功而得的吗 不是嘛 得救的功要讲的 不是得救需要你的功德 得救的功要讲的就是 继续会顺服神而做的工作 得救的人是继续会做的那个工作 你明白吗 所以得救不是修习 得救不是懒散 得救是要知道 神在前面怎么引导我们 神教我怎么参与祂的工作 神怎么承圣我 所以有得救的功 我们一生有一个得救的功要完成 然后才去建主 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服侍主 服侍人 服侍教会 但是保罗这里说 你要恐惧战精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下面他说 因为 注意听 你立志行事 是神在你里面运行 唯要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各位 不要以为你立志要做 你立志要做 要服侍教会是你的伟大 而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因为你要恐惧战精 因为你没有恐惧战精的时候 你一下子用心用力 要服侍的时候 好像变成你做 各位明白吗 变成你在做了 错了 如果是变成你在做 神就不得荣耀了 你做得多好都没有用了 各位 所以你不要夺取神的荣耀 你要恐惧战精 因为什么 你立志行事 你爱教会 是什么 因为神的爱 先感动你 明白吗 祂在你里面运行 我们传道 我们能把一篇好的道传出来 是神先感动我 把那个传道的心字给我 我才能讲出那篇道 所以你要战战精进 战战精进 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 姐妹们 弟兄们 主日学老师 教主 有战精 是神给我这些负担 为了下一代来祷告 有战战精进 因为这是万王之王 叫你参与他的工作 对不对 有万王之王 来竟然叫我 跟他同工 所以你哪里可以随便 当然是战精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哪里会骄傲 哪里会做不到的自卑 不会 你要做的是 怎么参与他要你做的功 参与他要做的功 参与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恐惧战精 因为你无论怎么热心的要做 你怎么励志的要做 你也做得多好 都是因为他在你里面运行 而造成了工作 所以明白吗 我们的信仰其实呢 是很根基的东西 没有抓好 很根基的东西 没有抓好的时候呢 我们走出去 扩张 拯救灵魂 扩展教会 后来你发现 一通乱象就来了 每个人都 哇 看的都是外在的东西 看的都是外在的福星 但是神在看 哪一个人心里面认识我的恩典 哪一个人在服事当中 他归荣耀给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谨慎 所以要恐惧战精 所以第一我说什么 你要肯定同工 跟他我说嘛 你们都是活在神面前 顺服神的人 第二是什么 所以呢 你要恐惧战精 做成得救的功 恐惧战精的服事 这位万王之王 因为他叫你 参与他要做的功 对不对 第二 就我讲到 多两点就结束了 好不好 然后第三呢 下面保罗说 凡所行的 不要发怨言 起真境 不要动不动 责怪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都是他啦 所以教会不成长 都是他 各位 我们服事者的圣洁 就是要保守一颗 敬畏神 也尊重彼此的心 对不对 尤其是这里下面 继续说 我们要做一个 无可止灾 诚实无过的人 我以前读这句经文 诚实无过 无可止灾 我是服事者 我哪里有可止灾的 我又没有杀人 又没有骗人 对不对 又没有偷钱 我是还付出我的时间 精力来服事教会 那为什么有什么 好可止灾 对 有没有发现 保罗的话呢 你一定要确认的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现在写这封信 给教会 应该是在讲 有一些东西 对不对 对 无可止灾 怎样 对 你们是付出 但是你们开始质疑 你们是付出 你们开始忙起来的时候 你们对彼此有埋怨 没有爱心 第四章你会看到 他就劝勉了两个姐妹 对不对 我劝这两个姐妹 因为我同父一二的 你们彼此同心 意思是你们要相爱 不要再分歧 通常人分歧是什么 因为服事 没有服事还好 做好朋友 好弟兄姐妹 一服事起来 你看就仇人了 但是表面上不敢讲 心里面对他很多的看法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很奇怪 没做事 做好朋友 做起事 反而有分歧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要不要做事 不要做了 大家不要做 来教会蒙恩就好 就一个人讲道 大家蒙恩 各位 以子随牌 主日学随教 敬拜赞美随带 等下卫生随作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你要做一个聚会的时候 其实都要各按其职的 每个人都要付出的 但是各按其职 这个当然要彼此相助 不是我顾我自己的事 你顾你自己的事的时候 你要问 你的那个事情做好 对不对 你的事情做好 你说我招待了 招待我做好了 我把人放进来 但是敬拜赞美的时候 如果人一直走到前面 因为迟到的人走到前面 一直影响后面的人看着 对不对 所以连招待的人都想 我们先叫人往前做 然后迟到的人慢慢往后做 所以就不会影响到 大家的敬拜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他有为另外一个施工者想 你们明白吗 整个的施工是这样的 彼此为彼此想 感谢主 我相信各位有做到这样了 我看 大家都是非常中规中矩 然后很不错 做事很调理 我看是这样 但是我要讲的是 有时候 一个礼拜可以这样 两个礼拜 两个月三个月 两年三年就做不到 就会软弱下去 人的心是这样的 所以总是有挑望 所以你们有这个陪灵会 对不对 中师来挑望一下 但是不能只有挑望一下 完了 等下就没有了 一定要明白有些东西 从真理上 理解了那个东西 在那个地方努力 祷告 感谢主 所以这里 第三就讲到什么 不要震惊 不要满月 不要震惊 比赛 有时候服事之间 不用比赛的 因为每个人身上的恩典 都不一样 而是这样的人 能够带出这样的服事 那个人带出那样的服事 对不对 每个人歌声都不一样 有耳朵的人都知道 好听不好听的 对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有时候 我们知道 没有走掉 但是都是愿意服事主的 这样就行了 没有说 他一定要这个水主 那个水主 各位有时候 我们过多的这样的强调 会叫人灰心 有时候我们真的明白 所以在服事里面的 那个相爱之心 尤其是我跟各位说 我们服事之间 失去心中的恩典的 一个最明显的名证是什么 就是你会发现 信徒跟信徒之间 失去那个爱和尊重 我跟各位说 爱和尊重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只有尊重非信徒 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给非信徒好感 所以我们尊重非信徒 你更要尊重你的痛苦 我跟各位说 你要更加的尊重 跟你一起 常常在一起服事 那个的关系是最重要 那个的关系 也是一个见证来的 因为其他的弟兄姐妹 甚至木道友 他们看的时候 是看童工 是看主流童工 对不对 他们之间的相爱 他们之间的尊敬 这是世界没有的 这是发亮的心啊 对不对 这个黑暗的世界没有的 这个世界 这个公司里面 人做工都是公心斗角 看得到这个东西 来到教会 如果一样的话 就不行了 对不对 教会看到 尤其是童工跟童工尊重 但是我在教会这么多年 有时不好意思讲 我的教会也是 这个是人性 有时候看 为什么呢 跟一般的弟兄姐妹 很软弱 很客气 然后呢 跟童工讲话 就很凶 为什么这样 哎呀 因为一般弟兄姐妹 讲话凶一点 他就跌倒了 童工 所以童工可以欺负了 童工未跌倒 所以可以欺负了 各位 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给跟你一起作战的人 感觉不好 你给他试探 两个人出战的时候 你被攻击的时候 岂有此理 我这次就退后 给他死 你们明白吗 因为他心里对你很不爽 所以这次有机会来了 抓到你臭脚了 各位明白吗 这个人的心 有反击力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要有爱心 但是我们如果不尊重另外一个人 我们好像是试探他 试探他别倒 有一天 他机会来了 可以害你了 他就害你了 对吗 或者说 OK 现在你每次没有帮我 我现在也不要帮你 然后看你怎样 看好戏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些东西呢 不是明显 但是呢 不是明显看人做很出面的做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因为真正的一个同工是 我看他不能的时候 快点帮助他 快点 连牧师很累的时候 大家都懂 牧师已经很辛苦了 讲到了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来我们做 你问牧师 问他 他决定 比如这样讲 我已经很重担的时候 如果我从这样讲话的时候 或者跟彼此这样 我就知道 他已经对我有一点不开心 对不对 我们人是有感觉的 我们都知道嘛 你说没有啊 没有 OK 以后回到主面前你就知道 对不对 没有 最好是现在知道 现在觉悟 现在改过 感谢赞美主 将来无愧的良心见主 阿们 所以呢 彼此认罪 彼此饶恕 阿们 OK 各位你们 不要这样看住 我觉得 主牧师 是不是张牧师跟你讲什么东西啊 没有 我到现在还没有跟他交通道 我现在讲的东西 可能都是在我教会发生过的 幕会二十年 然后可能我在台湾 一个一个教会走着幕会的时候 看到看到这个东西嘛 如果你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OK 那就听听算了 但是如果有的话呢 就一起觉悟 一起悔改了 然后最后呢 这里说什么 十六节 得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所以听到了 怎么表明啊 就是很简单啊 彼此相爱的见证 尤其是什么 我刚才说 在一起服事当中 彼此相爱的那个关系 当你们这样的彼此相爱 人就知道 你是我的门徒了 这就是主所讲的 基督徒做的 真的 当跟世界的不一样 跟世界的人的心境不一样 当你被人冲到的时候 但是你的反应是温柔的 人家很快就看到 你们基督徒不一样 你们生命里面有一种恩德 是一般人没有的 是儒家思想没有的 是世界的宗教 好像讲是会 但是好像做出来 没有那个东西 你们基督徒有 教会里面有 这么忙 还可以感恩 还可以彼此尊敬 感谢主 愿主把这样的恩惠 赐给我们屏东尽兴贵 所以有关服事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崇拜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有关服事的事 我们今晚特会再继续讲 各位 我都把主日 我新加坡的主日 拿到这边 放弃那边来到这边讲道 所以各位 为了什么 为了这边主日 勉励大家 因为我来了两次 只有看到张路师跟同工们 我上一回我记得跟他们说 我说我看一下 大家弟兄姐妹的面孔 看一下心里有感动 为这个教会 祷告的时候有感动 所以今天终于看到了 但是千万不要只有早上看到我 然后晚上看不到 明天看不到了 那就给我孤零零的回家 盘盘各位要奋心会 一起奋心 不要有一些人明白 有一些人不明白 然后明白的人 一直要忍耐不明白的人 各位了解吗? 一起明白 一起被光照 一起觉悟 阿们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给我们这样的恩惠 让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为着这个屏东进行会 祷告的时候 主把有关服事的这样的恩典 向你的仆人显明 也在这方面 勉励了大家 求主圣灵 继续借着你的道 在圣徒心中 做更新的工作 主让我们每个人听了之后 主 我们 我们不是受控告 乃是有觉悟 然后愿意谦卑下来 愿意懂得不但爱主 也爱彼此 尊重彼此 尊重主 放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和同工 主愿这个教会 也如同你的话 向明灯照亮 照亮这个地区 屏东的地区 让很多的人 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 又看见 我们基督徒的相爱恩惠 不是只有口里面所说的 而是实际上 有生命生活当中 服事当中表现出来 求主祝福众人 也祝福我们前面两天的聚会 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